馬六甲週選 下個月即將吹響戰鼓 醫藥協會就呼籲選委會 應該禁止所有實體的競選活動 包括取消候選人和各政黨逐戶 拜訪 聚會和演講等等活動 避免爆發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醫藥協會主席 顧家財發表文告說 五國依然處於復蘇計畫階段 所有人還是不可鬆懈防疫 因此他建議這場週選 所有的競選活動轉移到 網絡平臺線上競選 由於接種者已經獲准跨州 實體的政治活動 勢必會增加人際接觸 和暴露再感染新冠疫情的風險 為了安全起見 當局應該禁止任何人 舉辦講座 聚會和門戶探訪 等等活動 同時醫藥協會認為 各方應該避免重犯去年九月 沙巴州選 無法控制新冠肺炎擴散的教訓